当案件一旦被定性为警察厅广誉重要指定事件 代表发生的案件极度恶劣严重 日本全国的警察都会全力参与调查 务求在最短的时间内拒捕犯人 但是在众多的指定事件中 第114号案件却成为了警察的耻辱 日本警察厅调动了130万的警察也无法破案 犯人以板神地区作为舞台 把警察、记者、商家和日本民众耍得团团转 案件里虽然没有一个人因此而卖闲鸭蛋 却罕见地引起了日本全国的恐慌 今天要说的是孤立国生勇事件 事情的开端始于一宗强行带走案 1984年3月18号晚上9点左右 孤立国的社长在家里浴室洗澡的时候 突然有两个人闯进 把一丝不挂的社长强行带走 就在社长被强行带走后的晚上 警察根据犯人的指示 在一个电话亭找到一封信 成为了犯人往后140封挑战信的第一封 信里要求10亿日元和100公斤的黄金来交换社长 3月19号警察按要求准备了带记号的现金 在犯人指定的地点等待教授 其实警察在一开始就觉得犯人可能不会出现 因为如果真的以金钱为目的的话 为什么不带走当时同在社长家里的七岁女儿 而是带走可能做出更大反抗的成年男人 而且11日元架起来重130公斤 加上100公斤的黄金 在搬运上是极其困难的 结果犯人真的和警察的预期一样没有出现 那当大家都以为犯人可能已经送社长去卖显压弹 社长称犯人都不在的时候自行逃脱了 那当大家都以为事情已经告一段落的时候 犯人居然给每日新闻和产经新闻寄来挑战书 自无能的警察 你们是白痴吗 那么多人都在干什么 有本事就来抓我们呢 不然我来给你们一点提示好了 都已经告诉你们这么多了 还抓不到我们的话 你们就是白拿纳税人的钱当工资的小偷而已 那有趣的是因为当时媒体都争相报道这个案子 所以其他报馆都非常眼红 只有每日新闻和产经新闻受到挑战书 受到挑战书的两天后 孤立果位于大阪总部的其中一幢楼考教了 离总部三公里的孤立果分公司也被发现 有一辆车考教了 由于警察认为考教事件 可能也是之前强行带走孤立果社长的同一活人所为 日本警察把案件定性为 广域中要指定114号事件 我们也终于受到挑战书了 因为孤立果的傲慢 我们按之前说的 在孤立果的商品混入了清华物 吃了孤立果就准备去医院吧 吃了孤立果就等着去卖咸鸭蛋吧 怪人21面相 怪人21面相这个名字是参照日本侦探小说作家 江湖穿乱布的笔下 擅长易容变装 以戏弄警察为乐的大道 怪人20面相而来的 受到挑战书的媒体当天就马上报道 结果孤立果的商品在全国大部分商店都被下架 投资者也抢着抛售孤立果的股票 孤立果的股价也因此下跌了将近四分之一 但怪人21面相并没有因此而放过孤立果 还一直寄各种挑战书要求孤立果给钱 那其实孤立果也并不是没有准备钱 而是犯人根本就不露面教授 那不好受的除了孤立果 还有日本的警察 因为一直都抓不到犯人 日本民众对警察也越来越不满 为了挽回生育 日本警察投入大量的警力 彻底调查案发现场的80万户家庭 也试过根据犯人留下的证捕进行追踪 包括怪人21面相使用的同款打字机 但因为全部都是量产品 警察完全没有办法锁定犯人 而为了避免刺激犯人 案发后孤立果本来就停止了所有的宣传活动 但6月24号 孤立果在报纸上登出了一封小学生寄给孤立果的信 希望快点抓到犯人 我想吃孤立果的零食 不知道是不是为了回应这个小学生 两天后犯人又向媒体寄信了 自全国的粉丝们 我们已经玩够了 既然社长已经到处向人低头道歉 我们就原谅他了 超市可以卖孤立果的产品了 日本最近越来越闷热 等办完事就去澳洲了 等明年一月再回来 怪人21面相 当日本全国以为能重新过上正常的生活时 怪人21面相的黑手 已经悄悄地伸向另一家公司 玩大食品 犯人寄信给玩大食品 威胁如果不想跟孤立果一样的下场的话 就准备5000万日元的现金 坐上高规站 往京东方向的电车 等看到左边窗户出现白色的旗子时 把装着钱的手提包丢出窗外 但直到开到京都总站 犯人仍然没有出现 正当警察打算收队的时候 却发现一个行迹可疑的男人 跟着乔装教授的警察 其他埋伏的警察 马上跟总部要求检查这个男人 可是总部为了能够把整个团伙一过断 拒绝了检查可疑男子的这个要求 免得打草惊蛇 结果警察只能眼睁睁看着这个可疑男子 消失在人群之中 因为男子有着一双狐狸眼 警察内部称这个可疑男子为F 那或许是因为这次警察没能抓到F 让怪人二十一面相越来越嚣张 之后寄来的挑战术里 一直在嘲讽警察 娘炮警察 警犬 随着事情越闹越大 一些社会名人也开始发生 怪人二十一面相也马上做出了回应 我们不是乞丐 我们不要钱 很快犯人又把目标转向了 另一架临时街的龙头 森荣自我 有毒危险 吃了麦咸鸭蛋 在大阪 病库 京都 爱智等地都发现 家料的森荣零食 怪人二十一面相更加危险 十天后会把媒体警告的 家料森荣零食放到全国 结果全国绝大部分的超市 都把森荣的零食下架 而为了以防万一 把所有回收的零食全部销毁 森荣之国被逼减产90% 无数的兼职员工被解雇 森荣之国因此损失达到了80亿日元 那为了把损失减到最低 森荣之国特别制作了千元零食包 在工厂生产后 直接由员工拿到街头斗售 那比较有意思的是 因为犯人的目标都是人多混杂的大型超市 比较难杀手的反而是那些杂货小店 让那些小店在那段时候生意反而更好了 那为了抓到犯人 警察之后把犯人打来的电话 还有监控派到仪式投放 家料零食的录像公开 可以看到一个戴棒球帽 身高大概170公分的男人 进店之后在夹只价钱拿起了一本杂志 之后走到零食货架前 一次放下了夹料零食 那之后怪人21面相 又把黑手剩下了好食食品 犯人这次又要求1亿日元的现金 那为了避免媒体泄露警察的计划 这次警察和媒体写定不报道好食食品被威胁的内容 到了和犯人约定教授的那一天 警察严正以待是要把犯人拘捕 而这一次也是日本警察最接近怪人21面相的一次 和往常一样犯人打电话来播放预线准备好的录音 指示警察到别的地方找指示信 再到其他地方 原先警察估计犯人的指示是往西边的冰库线走 但这一次犯人却选择了东面的自贺线 当警察提前来到犯人指示的大金服务区停车场的时候 警察发现了一个和F极度相似的可疑男子 那可是这一次总部还是以不想打草禁舍为由 拒绝了前线警察上前检查的要求 那结果F又再一次消失在漆黑之中 那不过这一次并没有因为F的消息而结束 犯人留在大金的指示信里说 让警察从草禁服务区停车场 以时输60公里往明古屋的方向行驶 当看到左手出现白布的时候 会有一个空罐 到时候再按空罐里的指示信去做 可是当警察到了白布的地点时 却根本找不到空罐 警察的调查也被逼在10点20分钟止 不过原来在此之前 对当晚围捕行动不知情的资鹤县巡警 原来在白布的下方的马路 发现了一辆没有开车灯的白色的车停在马路上 当巡警下车往车里看的时候 车里戴帽子的男人突然全速开车甩掉了巡警 9点20分 那辆白色的车在草津站附近被发现 在车里发现了大量作案的工具 包括用来窃听警察无线通话的对讲机 日本民众一致指责资鹤陷阱的无能 结果资鹤陷阱本部长要出面公开道歉 虽然不知情 但还是让犯人跑掉的巡警也引咒辞职 可以说这是调查总部保密政策下的反效果 怪人21面相经过这次事件后 虽然继续有投放价料零食和危险零食生产商 但频率明显比之前少很多了 事件发生后的一年五个月 之前公开道歉的资鹤陷阱本部长 在他退休的那一天 做出了让全日本震惊的选择 包括了怪人21面相 圣经百战的三本像个男子汉的离开了 连我们都要烧相击败 我们不再欺负食品公司了 要是还有威胁性寄来的话 绝对是假冒的 怪人21面相 从此怪人21面相就再也没有露面 警察听广于中药指定114号事件 也成为了永远的未解决事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